看我的手机在开机 它就变成这样子 Hello 我是银银 我的华为P30 Pro用了两年半 它坏了 这两年半摔了NF 你看这摄像头我是刚刚才发现的 它就不知道坏了多少天了 但是中间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刚刚做地铁的时候 它就突然闪停 我挺意外的 就我觉得它还挺耐使的 然后我就去地铁口 有一个修手机了 我就想先问问吧 它就要1000块 你们看一下 它又开不开机 不对 它是开机了 一直在闪停 老板 我手机就是老是闪停 然后它就自己关 刚刚还在闪 你看对对对 就这样 屏坏了 是内屏还外屏 内屏坏了 内屏坏了 那这修一下多少钱 这是华为P30 Pro 然后当初就在这买的 有没有买那个碎屏显 没 这已经好几年了 两年半了 这个摄像头 我也是这两天才发现的 你看 这个应该是镜片吧 镜片也 镜片应该是 镜头应该没问题 镜头没问题 我先问一下师傅多少钱 这种屏应该没有组装的 这手机现在收的话多少钱 收 嗯 收我还得给你问 好 这个换了院长屏是600 会有的话只会有400 不会吧 我是手机 千年才买的 这是一个主板管用 我妈呀 我5000多买的呀 我以为回收也得一两千呢 没了 现在手机真的超便宜 昨天那个X MAX PRON才卖了1900 128G的 现在二手机太多了 主要是不像前几年 前几年的话你随便卖一个 可能都能卖到一半的价钱 现在都不行 你确定是原装品 嗯 但是好贵啊 我以为一两百 全面品都贵 如果是直面的话 可能换掉的话 两三百块钱都可以了 嗯 曲面的它就是会 基本含量高 嗯 好 就是加上这个摄像头 一共600吧 哦 也可以 我给他说一下 嗯 换完跟你原来一模一样 你就能 你能使用得出来 你都用了几年了 给你装上 你肯定能用得出来 对不对 嗯 嗯 你这个就修修自己用嘛 还比较划算 嗯 现在二手机太不划算了 那什么时候能修好 今天还能拿走了 刚才能在上面啊 你留个电话 他好了 我给你直接打电话 好 服了 没想到二手机市场 是这个样子吧 我还以为我那手机两千 之前还想着要做价 再签点钱买新的呢 两年前可是五千多 天哪 真没想到 不过他这个换屏 比我之前问的那个便宜好多 那个一千 这个六百 嗯 他说六百 其实比我心目中想的就是 少多了 我想的可能就很贵了 果然也是贵 不过他一会儿都能修好 还快好了 我就着急用男的上 那个手机上的一堆事 一堆事 我每次分享什么都分享个这 上次丢手机 这次修手机 哎 就这 就给大家分享个这 啊 啊 感谢观看